立法會被輸署,早早試用網上開會系統。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,初期只會用來舉行事務委員會的非正式會議。 因為疫情關係,很多會議都取消。 如果議員有興趣,就可以安排一個非正式會議。 邀請議員和官員在施政政策中解釋, 讓議員明白多了解施政的實質, 亦都被公眾去看到。 因為我們非正式會議都是公開的, 條件都是直接出界的。 正式會議,我們法律部部都是在研究, 有什麼需要修改,有什麼可以做, 令到在疫情裏面,立法會都可以有限的運作。